不知道張基凱在講什麼啦 他本來一審判決 信把關嘛 擠壓等等 張基凱話講太快 他標準在黨內弄太高 黨內太高 現在他的黨內標準是多低 三審定驗喔 不是 應該這樣講 黨內也是節節敗退標準 就是一定講說 你就起訴或不起訴 兩個月嘛 那一審有金流出來 他也不會認 其實該認嘛 他會說這個 這個叫檢察官是可以控制的 然後到法院比較難控制 所以我覺得馬其諾的房間是一審判決 那你覺得他們現在看起來 是要七二個課文折了嗎 因為說下禮拜要開會 因為張基凱比較善良 從這比較短 然後他也在適應 他這種正常的人 去適應民眾黨的標準 說講出來的話 他代表民眾黨立場嗎 當然不是 代表個人立場 他以為代表 其實黃國昌的標準還會變 跟他也不太一樣 會比他還寬鬆 還寬鬆 那館長那更寬鬆 不僅對 還對 如果這樣的話 民眾黨的小草 民眾黨的小草現在聽好了 民眾黨的小草 現在可以打電話 去張旗凱辦公室 說你在說什麼 你去說什麼 他真的會被罵 我跟妳講 張旗凱的辦公室小草 打電話跟張旗凱 確認你跟他講的是對不對 確認一下 如果起訴書講阿伯有事 那就代表有事 阿伯要承擔 小草們打電話給張旗凱辦公室 問張旗凱要確定這件事情 不然就把這句話收回去 讓我們重新對民眾黨的 這種標準 又回到最後要三審定院 不然你這樣說 是說得很好聽 大家都覺得很好聽 張旗凱弄出來 如果有幾億的金額流來流去 那是起訴對不對 我跟你講張旗凱 會被小草出草 那沒有的話 我們現在談的是什麼 是整個台灣法治社會 今天的柯文哲 可能明天就是你 下個禮拜我們會開會 那目前多數的人是傾向 就是說希望柯文哲不是就請假三個月 因為現在團結最重要 然後就是他 我們多數人應該會建立 就是他繼續請假 所以沒有剛剛所謂的什麼 代理主席那些問題 就黨內先團結 然後第二個柯文哲進去之前 我剛剛講 他自己進了去考驗同事 他有講集體領導 所以我們緊急應變中心 說柯文哲有收錢 好 所以 翼酸哥你剛剛什麼意思 他如果說柯文哲有收錢的話 不是 我們原來判斷是說 民眾黨可能即使起訴書出來 他們也覺得那是政治破壞 那是施法破壞 要去拚法院嘛 可是張其凱剛剛已經宣布了 他那算宣布了 只要起訴書說柯文哲有收錢 他是要承擔 要承擔 那就是這樣喔 那民眾黨先切在這裡 就是等起訴書 年底起訴書出來 如果柯文哲有收錢 對不起團進團出是一審判就有罪 張其凱說的不是 又改了 會改 會改你相信我 所以不是一審的判決 張其凱在講什麼 他本來是 他本來一審判決 信法官嘛 張其凱不能夠代表民眾黨 張其凱話講太快 他標準在黨內弄太高 黨內太高 現在他的黨內標準是多低 三審定驗喔 不 應該這樣講 黨內也是節節敗退標準 就是一定 一定講說 你就起訴或不起訴 兩個月嘛 那一審有金流出來 他也不會認 其實該認嘛 他會說這個 這個叫檢察官是可以控制的 然後到法院比較難控制 所以他們我覺得馬其凱的房間是一審判決 那你覺得他們現在看起來 是要七二個課文者了嗎 因為說下禮拜要開會 因為張其凱比較善良 從這比較短 然後他也在適應 他用正常的人去適應民眾黨的標準 說講出來的話 他代表民眾黨立場嗎 當然不是 代表個人立場 他以為代表 其實黃國昌的標準還會變 跟他也不太一樣 會比他還寬鬆 還寬鬆 那館長那更寬鬆 不僅對 對 觸摸女性的身體都更寬鬆 如果這樣的話 民眾黨的小草 民眾黨的小草 現在聽好 民眾黨的小草 現在可以打電話 去張其凱辦公室 說你是在說什麼 你以前說什麼 他真的會被罵 我跟人家到 張其凱的辦公室 小草打電話 跟張其凱確認 你跟他講是對不對 確認一下 如果起訴書講阿伯有事 那就代表有事 阿伯要承擔 小草們打電話給張其凱辦公室 問張其凱要確定這件事情 不然就把這句話收回去 讓我們重新 對民眾黨的這種標準 又回到最後要三審定院 不然你這樣說 是說得很好聽 大家都覺得很好聽 張其凱弄出來 如果有幾億的金額流來流去 那是起訴對不對 我跟你講張其凱 會被小草出草 出草 會會會會 所以請教仁俊哥 那現在阿伯這個 可能不能做黨主席的這個標準 對民眾黨來講 到底在哪裡呢 因為卡在下禮拜一 要開會通過柯文哲的嚴加案 第一個柯文哲要怎麼樣請假呢 有沒有代理人 誰要幫他傳達這個訊息 還是阿伯有公開聲明書嗎 還是怎麼樣呢 還是接下來要拖拖拖 拖到一審判決呢 我認為民眾黨 事實上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們應該已經有答案了 因為你如果要認定 就是柯文哲請假 或不請假的這件事情 那就真的太膚淺了 因為阿伯是無罪的 阿伯是無罪 你要先確立你的中心思想 後面就知道該怎麼做 就當然張其凱的那個說法 會不會外界質疑說 你是不是在切割 因為他剛剛講說 如果柯文哲真的有拿錢 他就必須要去承擔或什麼 但他的那個前提 我不認為是在這個起訴 因為沒有判刑確定 再加上之前大家在討論柯文哲 是不是能夠繼續擔任黨主席 就民眾黨曾經透過他們的這個 這個社群媒體有公開講過 他說我們黨內並沒有那種 那個規定說什麼什麼起訴 收押什麼的 就一定要那個政黨裡面 黨裡面就對他這個什麼黨權 或什麼有所處分的規定 其實沒有 高雄安有 高雄安是自己辭 先退黨 先退黨 高雄安是自己退 所以沒有他們還特別解釋了這件事情 還發圖卡 如果有興趣 大家可以找一下 民眾黨還發了圖卡 那意思是什麼 阿伯有沒有請教 對民眾黨來講 他已經有一個緊急應變小組 長期來講錯 他就把人家講緊急應變中心 不是中心 是community的時候是不是 他們有一個小組 三個人 其中有一個就叫黃國昌 然後另外一個是他們中平會吧 那個應該是這個 宜蘭那一個 宜蘭的那一個 什麼華那個 李偉華 李偉華 你從國廟 中平會 中平會的主席 不是只有中平會的 我當然知道 不是你不是 他以前是國民黨的 對對對 就是說他們其實已經有一個機制 在這裡運作 所以他其實你說 是不是柯文哲 一定要是這個 這個不請假的這個東西 然後才講 我也講實話 對民眾黨來講 制度很重要嗎 不重要 很重要嗎 看起來沒有 如果大家覺得制度很重要 你從他一開始被爆發 他們的政治獻金 在申報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制度 只是講給外面的人聽 制度只是講給外面的人聽的 他有很多的作為 你會發現到民眾黨都是幹嘛 你知道嗎 先求有 後面再說 這次現金的申報 不就是這樣嗎 先求有 我們先申報啦 後面幹嘛 再補就好了嘛 現在過於他整個黨 黨的整體的運作上面來講 你們也不覺得 其實民眾黨希望有黨主席 是希望有這個黨可以繼續發展 這個黨主席才有其重要性嘛 那有差嗎 有沒有柯文哲好像也沒有什麼差別 柯文哲在當黨主席的時候 你跟我講柯文哲管過民眾黨 內部實質什麼東西過 沒有啊 這是事實啊 不然今天跳船去國民黨的人 他為什麼會這樣講 那是誰放出來陳佩琪那個消息啊 可能會當代理黨主席這個消息 那民眾黨有人回應啦 就是說這些東西都不是 因為老實講 陳佩琪要能不能代理黨主席或什麼的 他是不是民眾黨黨員 我都不知道啊 對 原來那時候是說他什麼什麼退休之後 要去嘛 那你就算是在民進黨或國民黨裡面 我問一個嘛 就你加入政黨之後 有沒有一個 我不知道能不能叫必所期 就是說有沒有一個期限 是你今天加入之後 你要多久才能夠去符合去擔任黨公子的一個條件 因為避免人同黨員大量進去嘛 應該有了 那你民眾黨呢 就這些東西 你真的要跟他討論 那就是討論到務實嘛 所以民眾黨人有沒有希望說要改選黨主席 我也有聽到這個聲音 我也有聽到這個聲音 但是這些東西對外界來講 你們真的有你們就公開講 你們有人敢公開出來講嗎 沒有都是傳言 據傳 據說什麼什麼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現在沒辦法跳脫柯文哲 沒辦法跳脫柯文哲 誰敢誰敢今天公開講說 柯文哲他不能他請假時間到了 那這時候我們就趕快換個黨主席 沒有人敢這樣講 為什麼你這樣子跟張祺改有什麼不同 你這立刻就是定調就是說阿伯 阿伯就可能是有罪了 他可能再會出不來 再撐一撐 阿伯如果起訴了 搞不好有機會出來啊 好 所以請教Grace 是不是因為可能他們也擔心說 起訴之後出來太難看 所以現在包括張祺改的說法 是不是要有現見的切割那種感覺 我覺得張祺改的說法只是 他想要保護個人的聲譽 其實不代表整個民眾黨 不代表民眾黨立場 民眾黨無法跟柯文哲切割 原因最重要是什麼 政治獻金案 政治獻金案 你要怎麼跟柯文哲切割 你整個民眾黨都是柯文哲 拿來運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